這一場跟五月底的一場 那我們在三月的時候 有請過我們自己 系上就是我們校友來這邊分享 可是這個是臨時的 或者說被我拋玩的 那今天這場演講是我在 在寒假的時候就已經敲了 事實上這上學期就已經敲了 就已經在那個 這次講解我們這種老師 是在我們正大公器中心 每個月會辦一次完整農夫市集 在那邊認識了 認識一年多了 我家裡穿起還是從那邊過來 那個共療的種子 有窮也是還在那邊 還活著還很好 然後穿起整個演繹都把 又長種子了 那這個結緣算是蠻早的 那邀請的時候 其實本來是考慮說 要不要在反核運動 就是今年的三月反核運動 之前來演講 但是各位知道我們今年 學期非常晚的開始 所以就是二月底的時候 都已經開學了 而且開學碰到28放假 所以我們等於是三月初才開始上課 那如果說安排 就立刻安排演講的話 那時候連加退選 這個時間都還沒過 所以就變成 如果那時候安排演講 會變得很怪 所以後來就是情商 看能不能 這是王後挪 王後挪本來是到五月一號 五月一號那個 吳大姐 吳老師 又臨時要到金剛去一趟 有一些公司 他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他在日本的一些 看到一些經驗 那現在也有那個雜誌 在Patreon 在下面流傳 那現在就是 大姐他還有陪同一位 就是要怎麼介紹呢 他是公民記者 然後叫好奇寶寶 叫大姐 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你們可以用這八個字 google到我的新聞 謝謝 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他在就是 我雖然第一次見到他 但是在社運圈裡面 其實因為他經常這樣紀錄 還有寫報導 所以就像剛剛他講的 就是你google一下 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材料 那兩位今天會來就是 呃 掌控我們今天的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會自由 就是我們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講者在這邊 他自由的 調配他的演講的結構 所以從兩個小時之內 什麼時候 可能覺得OK 要放影片 然後什麼時候要休息 什麼時候要開始提問 在兩個小時之內 都有他執行調配 那如果說各位就是 呃 我要上廁所 我要怎麼樣 我們中間的休息時間 是由獎子來決定的 那那個 我們如果要上廁所 或者是有什麼別的事情 可以 就從兩邊側門 就是悄悄的 安靜的出去 沒有問題 那 呃 因為在彎教的時候 就習慣浪教 那 主要是談 備核運動 或反核運動 這個運動 其實在供寮已經二三十年了 在各位出生之前 它就已經存在 那 對於供寮當地人來講 那個 就像 你們想想看 你的生命經歷 一出生 就有一個 核電廠在那邊 然後就有一個 大家反的標的 就 樹立在你的家園附近 那 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不住在那邊 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然後如果不住在那邊 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說這件事情 跟在地社區 有什麼樣的關聯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台灣近年來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其實是 就是 反農 這是從都市裡 然後 開始又回到家鄉 供寮當然是其中一個 就是 就像 那張圖 就是 就是 有人回去耕耘這塊土地 透過農業復甦的那種 想像 然後小農耕作 然後有機栽培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方式 希望再重新 有都市化 工業化 過度工 工業化 過度都市化的這個 這個 過程 然後再想辦法回到 比較純樸 比較淨樸 在環境上面 比較友善的一個 一個土地 那 這方面 其實 我們將來 有機會的話 在我這個課 也會陸陸續續看 能不能就是找其他 台灣 在地 可能是 就是板鄉跟種或者是 這種 回歸土地的那種 相關 然後在那邊 耕耘的 就是很多地方 以後可能會慢慢介紹 那工業也算是一個 我覺得 由在地的人來介紹 會有 滿有趣的一個課題 所以我們的結合 反核跟 工業活動的程度上 社群營造 或者是 必須重新的 再利用 以及社區結合的方式 然後 請劉大姐來 跟我們分享 那現在請大家 從這位隊長 真的歡迎一下 我的大學 那要謝謝苗老弟 謝謝